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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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你好 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前陣子剛玩完言語聖譽 覺得這一款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 是我心中的前三名 甚至可以說是第一名了 打贏了空洞騎士和ORI 強調齁 在我心中 於是 有些觀眾就推薦我 另外一款 類銀河戰士惡魔城的遊戲 Blasphemous 中文譯名是 毒神 這是由The Game Kitchen 遊戲廚房所開發 Tim17於2019年9月10日發行的遊戲 評價是超過12000篇的 89%極度好評 遊戲廚房 是一個西班牙的遊戲工作室 故事發生在一個 充滿宗教色彩和迷信的 Sivistodia區域 受到基督教和西班牙文化的高度影響 這個區域的人 信奉一個神聖真主最高意識 大家相信 只要肉體和心靈遭到苦難 並且虔誠的懺悔 就會獲得神明降價的奇蹟 而這個奇蹟被稱為苦痛奇蹟 這源於曾經有一個人 覺得自己罪孽深重 請求這個至高無上的神 最高意識來懲罰他 而一段時間之後奇蹟出現 他的四肢出現藤蔓 並且和樹幹逐漸融合 並且產生了永恆的愉悅 啊... 永恆的愉悅啊... 總之 他就是第一個迎來發生奇蹟的人 那這些當地的居民也因此成為信奉者 這個信仰認為 只要你持續的受到肉體和心靈的苦難 並且虔誠的懺悔 這個苦痛就會與神相連 最終你會獲得相對應的報酬 在死後到達天堂 在隨後的幾百年間 這個教派也出現了不同的分支 像是默哀同道會的沉默騎士 真理神堪修會的宋葬師 屈膝者修會的苦行者 還有舔士者聖會和交融聖母修道院等 那我們操控的主角是默哀同道會的一員 因為簽訂了沉默契約 喪失了說話的能力 而且在死後靈魂會長眠 屍體則不會腐朽 那在遊戲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踏上了苦痛的朝聖之路 由於遊戲開中免疫就提到了Blessphemers 甚至以這個名稱為tit頭 很顯然的我們除了苦痛朝聖的路線以外 還有另外一條褻瀆神明的道路 那這一支遊戲我玩的一直不是很開心 算是有點痛苦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原因是 我雖然並不是一個無神論者 但是我對於信仰神明這件事情 有眾多的懷疑 就是真的要講我會比較偏向於科學論證派 而我相信神明神話這一些 總有一天會有一個不錯的解釋 儘管那些科學可能現在超乎我們的想像 至於信仰 我覺得信仰有很多種不同的面向 有的人信仰神明有的人信仰宗教 那有的人則是信仰金錢信仰權利 那我雖然相對來說比較偏向無神論者 可是我從來沒有否定過信仰的力量 我覺得信仰可以讓人有一個做事的準則 不論你信奉的是宗教還是權利 甚至對於有些人來說 這兩個可能還是很類似的東西 這樣講起來是比較淺一點 可是我覺得就算神的意識和實體不曾存在過 信仰的力量是絕對是真實的 神的力量存不存在 跟你相信一件事情 一個準則所產生的力量並不相關 那除非相信這一股力量 本身就是神的力量 那這個又會扯到自我意識 有沒有受到更高力量的影響 這個就會扯得比較遠 總之小弟個人看法個人感受 這一支遊戲我玩起來並不舒服 雖然我知道整個遊戲並不是單純的在講宗教 那宗教和信仰這些議題 只是故事的一個載體 藉由這些故事中人物的受難 百姓的無奈 高層的爭權奪利 彼此鬥爭來發人省思 我覺得發人省思這個部分是有的 不然大家應該也是很少聽我講這些 這一直以來都是我不太喜歡聊的話題 地圖炮我就開一下下 那我覺得有時候扯到宗教啊 政黨對立啊一些意識形態啊 或是女權、父權這些議題 大家特別容易上火啊 變得很難溝通 最後常常就變成義氣之爭啊 就很浪費時間 而不管你多用心 多耐著性子 最常導致的結果就是不歡而散 聊到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 但是損失了一些朋友 更常的是跟長輩、親戚弄得不愉快 人家會覺得你不受教啊 人家人有信無嘴 那我們會覺得說人家老還電啊 思想固化啊 不實事求是 尊重這兩個字啊 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當然無存 好是自己支持的宗教 自己的信仰 就是那個至高無上的存在 不容質疑 不過老一輩啊 會覺得說我不尊重 我是可以理解的 因為當老一輩啊 在覺得我不受教的同時 我也同時的覺得人家不受教 那有時候脾氣起來的時候啊 我講話會比較尖銳一點 可能會說 我覺得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 可能用不在你身上 等你想要學的時候 然後再來跟我講 我再來教你 通常這句話講出來啊 我也知道就不是要溝通了 就是把一個高姿態要跟人家吵架了 大家不要學齁 如果我目的是溝通的話 我不要學 那在我家確實沒有什麼長幼觀念 可是 來我家的長輩 可能不知道這件事情 那所以有時候 我會寧願去開一些色情的小玩笑 對我來說 雖然是比較空洞啊 但是至少大家看看笑笑就過去了 有一些太嚴肅的事情啊 真的是比較難聊一點 就像我在實況中有聊到一點 當民眾覺得 受難是為了生命結束之後 可以上天堂 那他是不是對於天堂 已經有一個自己的想像 當你花了30年、50年 受苦、受難 為的是生命結束之後 可以免除痛苦 那如果生命結束之後 只有那一瞬間 那兩秒、那兩天、那兩年 會待在天堂 你還會願意為這30、50年的受難買單嗎? 那如果不願意 那你這個信仰 是不是就有對價的關係 他變成是一種幸福的買賣 只是用的是你的受難、你的扭曲、你的痛苦、你的掙扎 變成一種貨幣 你需要拿到這些貨幣去購買 踏入天堂的門票 所以當你發現這個天堂 不如你想像的時候 你還願意去做這些事情嗎? 好啦,那這段 這扯太遠了 這段跳過 遊戲系統本體我覺得是無聊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出在戰鬥系統上 很像動作是主要的玩法 可是玩起來動作並不多 你可以藉由打怪來獲得贖罪之類 用這個贖罪之類來強化你的技能和武器 你是一名懺悔者 手持一把名為Miyakurpa的巨劍 那這把巨劍Miyakurpa的意思 源自於拉丁文 意思是因為我的過錯 也是正式的成人個人的過失 所以可以用贖罪之類來升級武器 是蠻合理的 可是由於動作設定的關係 蠻多升級或是拿到的動作幾乎是無感的 加上可以藉由探索地圖 贖罪之類強化的血瓶數量有點多 絕大部分的頭目 硬A就可以A過去 一輪的難度很低 那操作絕大部分都算是順暢 但是有時候會有一些很微妙的失誤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手把設定 還是我個人的問題 看準了要隔擋 沒擋到的次數有點多 那跳起來馬上按攻擊 會有很微妙的時間差 就是先跳 然後幾乎同時按下攻擊的時候 攻擊的指令輸入會被吃掉 要自己抓時間差 那落地的時候好像有一樣的問題 另外被敵人連斷的狀況也蠻常發生 就是我們被打倒在地 起身的時候沒有無敵 可是起身的一瞬間 不一定能夠做動作 所以如果敵人在你起身的時候攻擊 你有蠻大的可能是閃不過的 感覺幾乎已經要到需要木壓的程度 而且由於這款有碰撞傷害 所以如果起身敵人就站在你的屍體上 這狀況絕對不會很愉快 那對於一些送金念珠的安裝 就可以強化角色的某些能力 例如說高抗火、抗毒、閃避的更遠更快那些 以及孽刃上面所安裝的孽刃之心 由於遊戲第一輪的難度和設計的關係 幾乎有點可有可無的感覺 不去調配也不會覺得特別難打 所以相對來說減少了一些探索的欲望 也不會對於新拿到的能力有什麼期待感 不過我是可以理解這款為什麼有高評價 除了故事敘述的角度非常獨特以外 它的音樂有好幾首確實做得蠻不錯 儘管風格我沒有到很喜歡 也聽得出來是高水準 現在背景音樂這首我就特別喜歡 主要原因是它跟暗黑2 Rogue in D那一首有部分很像 那美術的部分也是雖然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在傳達一些概念和氛圍上 也沒有辦法說它不好 就是有些弄得有點太獵喜了 看的真的不是很舒服 同時一些故事的敘述 頭目的影域也真的是很用心 最簡單的講法 可以看得出來它是一個好作品 可是它會是一個對腦波的作品 有蠻多觀眾有跟我說它很喜歡這一隻 然後我自己腦波對不上那也是沒有辦法 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很值得讚賞的點 遊戲中場有蠻大量的任務事件 但是不做太多引導 你需要用心的體會和理解故事 達成某些事情 送交某些遺物才可以達成 而達成的獎勵有時候會很有感 有部分會給你一些移動的手段 而這些移動的手段 原本在類銀河戰士惡魔城裡面 它是必定要拿到的 通常會放在頭目戰之後 給予你一個獎勵 讓你可以到達以前不能去的地方 獨神單純想要通關 不玩探索的話 你幾乎可以不要拿這些移動的手段 這種處理在類銀河戰士惡魔城中 是比較少見的 就這個部分來看 我會覺得跟言語聖域有異舉同工 會比較像是2D橫向的動作RPG 儘管是你到了某個地方解決了某些事件 最終可能你會拿到有因果關係的道具 可是系統並不會明白的告訴你 你回去找某個NPC 會有額外的道具或是獎勵 你需要對故事有一定程度的理解 才會聯想到 這個部分我覺得做得蠻不錯的 另外前陣子有蠻多橫向動作遊戲 有做很多合作 像是獨神裡面 就可以看到邪奏之城的影子 在獨神裡面合作的PAR 比較偏向跑酷的平台跳躍 不過難度不太高就是了 先前還有釋出免費的DLC內容 今年年底也有打算再釋出一次 新的免費DLC 同時也公告了2023年會有獨神的續作 對於這款遊戲有興趣的人 是可以期待一下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MIA GROUP 這個不知道為什麼 唸起來很有感 好啦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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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訊